潘兆聰,好報在線 今天的節目就是叫做好報在線 練三十,不講鬼 不講鬼就講什麼呢? 講一下神,或者讓大家知道 來年運程之類的事情 以往很多時候大家都很想知道 自己十二生肖之中 來年的運程會怎樣 我相信不用我多說 大家揭書,看很多YouTube 很多元航師傅 都將他們的預測 都寫在他們的文字或影片上 沒必要讓大家再看 我節目不會再重複別人的事情 結果我今天想了一件新的事情 身後面這裡就是 鼎鼎大名香港的文武廟 文武的聲君 也守護著香港這麼多年 其實他們會不會對十二生肖 要有什麼指示呢? 所以我今年就決定去文武廟這裡 問一下兩位大臣 究竟他們對十二生肖 有什麼要呼籲大家要做的事情 或者給什麼提示 除此之外 也會幫香港求資簽 也會看看誰會選到特首 還有,最重要是看看自己的節目 在來年有什麼發展 看看他們有什麼提示 所以這個時間裡 我要進去找一位 我們一位幫手 這位幫手是一位師傅 也曾經上過節目的 就是何漢明師傅 因為他坐陣在這裡 不如進去跟他打個招呼 還有一會兒求出來的簽 也會找他幫手解釋 好,進去看看 好,何師傅 你好 恭喜 恭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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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 最重要是高興高興 逐步 聽你的節目一定大家都很高興 很開心的 多謝 八個早年 大家都這麼說 身體健康 最重要的是 文雞喜母 因為你們用聲音來說話 我很喜歡文雞喜母 這句才是怎樣 今天來拜訪何師傅的原因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要你幫忙 幫我們街簽 行行行行行行 其實我比較少來問我 如果真的要求簽 如果新年來求簽 應該這個程序怎麼做 其實求簽非常之簡單 最重要的是 我們知道是求簽 不是抽簽 因為有些人 真的在簽筒裡抽上來 這樣就真的抽簽了 不是你的 不是菩薩的知人 所以一定要求簽 求簽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簽筒 放在胸口 心靈對照 所以慢慢搖出來的一 就OK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想問什麼 對應 通常的簽 要是一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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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再補 所以求簽最重要的是耐性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我試過之前 在台灣 他們的方式有些不同 求簽之後 一定要再求聖杯 肯定才行 不過可能會求很久 那這又要不需要呢 我們通常都很少做 但我們不會排除這樣做 因為有很多客人都喜歡 求聖杯 才是提簽的 沒錯 但是我在這裡做了這麼久 通常那個客人 當然我不會在當中做 因為不可能 這裡沒有神助陣的 我不是神 那我一定要進去廟 功功敬敬 不論你在哪個位置都好 那你就要簽到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過複雜 要不要上香先 都要的 通常你進廟拜神 大家都知道 所以做一做這個 當然有些人 還會誇張 甚至帶上三生禮 這就隨心了 其實如果新年特別是拜文 沒有不聖君 有沒有特別不一樣 在新年時間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廟到處都有 你拜後皇廟也好 或觀音廟 甚至天后廟也好 因為眾生平等 所以菩薩都不會因為 過年而特別靚一點 沒有這件事情 會不會山門的 照開啊 一定是 初一至初三 有止夜時 上頭豬香 對 周圍都有的 要不要很快去頭豬香 現在我們節目出街 就已經是年三十 一震就其實是頭豬香 對呀 你有權在排隊 是嗎 通常我們也不會跟別人搶的 如果我們上頭豬香 你們有用意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留給你的機會 好 那師傅 現在帶你過去 因為我比較少在這裡求籤 嗯 你幫我講講程序 好嗎 沒問題 我做你的座婦有不限 沒問題 沒問題 那裡其實今天也有很多人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好 那我們過去 好 當然要上香 跟阿神來打招呼 要多少枝呢 你會問的 不是女人 是啊 是 上神 我們用九叔 嗯 當然也可以用五 或者 那通常呢 如果是上 譬如十王年 我們會用五的倍數 嗯 是 文武聖君呢 我們會用九 哦 如果是文昌呢 我們會用四 哦 現在是兩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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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如果是 誠心的 我們會跪 就是普通的 首先呢 就是為香港先 對 整體香港 好 大家都好 好 為香港求這個 好 那我就 希望 好 好 真的 好 好了 我們先打開 這支就是 為香港的 好 我們一路排 好 我們翻開 哦 是嗎 急於再出 當然要再出 好 好 第二支 這支就求 呃 圓肌 看看有哪位 是真的做特首 好 十五籤 七十九 十五 好了 接下來 就要 很緊張 我們自己的節目 這些籤是什麼 這支應該是 十一籤 我相信 剛才呢 求了我們 關於 香港的 運程 特首的事情 以及自己的節目的事情 現在 都很關 大家每個人身邊 自己的事情 因為呢 看到了 寫下了 十二生肖 那究竟 哪支籤 是由 關聖大軍 給十二生肖 來了 那就當年 當值的太歲年 雞年來了 看看雞年 究竟 兩位大臣 有什麼指引給 熟雞人 熟雞的什麼籤 是六十八籤 熟九的 是十八籤 好 接著 找到了 三十一就是熟豬 熟鼠的九十六 好快速 一出來 四十一籤 熟虎的是六號籤 熟頭十三籤 熟龍的是七號 熟蛇的是二十三籤 熟馬的都是六十八籤 真的跟雞一樣 這麼可愛 熟羊的是四十三籤 最後熟猴了 OK 應該是六十一籤 OK 看到了 現在我們過去拿籤文言 然後被何師傅解籤 現在手上有十五支籤 即是十二個生肖 加上剛才問了三個問題 全部都在這裡 大家很緊張 究竟自己的生肖 是屬於什麼籤 簽 上吉 下下 還是中吉 什麼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有些是下下籤的 那究竟 下籤是否一定是不好呢 那些什麼上吉 是否一定是很好呢 真的 不知道 可能有些圓肌 也不奇怪 未必有影響 不如我進去看看 看看師傅怎樣 很緊張 派成績表的時候 究竟文老聖君 有什麼寓意 給我們全香港 來吧 這籤 七十九籤 是中平 咦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我先問師傅 有時候這籤 吉 中平 或者什麼 是否等於 一定好還是一定不好呢 它是一個指引性 但是絕對不可以用來做評斷 是嗎 所以有些吉簽呢 如果你問那個題目 那個topic 就是另一樣東西 尤其是可能變空的 是 所以我們解簽 不可以就這樣看著那個表情 就跟你說 那你自己做都做到 如果是這樣 不需要找師傅解釋 真的不是這樣做 哦 所以未必一定會很開心 也未必一定很不開心 去查簽嗎 我們要看它籤移 對題不對題 OK 它是否有什麼提點 通常呢 好那些一定會有一些 你暫時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它會給你位置 是嗎 很有趣的 來了 那香港是怎樣呢 這支79籤 香港這支籤呢 就叫做文王篇翼掛 翼呢 就是很多變數的東西 是 掛呢 更加是一個顯示來的 那所以呢 看起來香港 我想這個雞年呢 嗯 就好像這支籤所講的篇 篇 篇是你要是有一個 有一個策略在那裡的 就是一個程序在那裡 不是你去亂說話的 那所以呢 是暗示香港要將所有的秩序歸位 是 尤其這個籤移裡面呢 講了很多我們那一行的 所有的 就是那些 specific term 就是很專有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 它整支籤都是講風水的 是 是 因為所謂易卦呢 它根本就是指向風水的 嗯 那乾害來龍 仔細漢這些字眼呢 已經是代表了 那個方位的問題 當然在這裏呢 是講給我們聽 有些東西叫來源 來龍 來龍 就是講那個源頭 那我們要很小心去看 那 好像呢 因為乾害這兩個字是北方來的 是 似乎呢 是在講中國 咦 是啊 北大人 北大人來的東西呢 你要小心點 去看清楚究竟你是怎樣 喊 陷居五向 我們知道陷就是指北 五呢 就是指南 我們香港整個都是南北 是啊 很有趣的 我們自當安 已經講到明了 有中國在後背 那條來龍是這樣的 我們住在香港呢 是自當安 很明顯在講整個 整個的關係 整個關係都很好的 他説 如果 弱嘛 移了丑近 丑近也是一個方位來的 這個是一個東北方位 嗯 東北很 當然你可以用任何一個 概念都可以講到的 例如香港的東北方 如果我殺上去的話 就變成可能任何 可能是韓國 我們有機會 甚至可以講到 譬如是上海 或者是上海 餘下的城市 當然肯定不是北京 是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裡是講一些政治的暗示 我們這個節目 不應該投入政治的東西 是的 沒錯 他說最重要是這個詞 陰陽液 就是說倒轉陰陽 他說 如果你調轉了這個醜近的理論 或者是這個理念 接著那一句呢 就很可怕了 門戶丟靈家道蘭 那就是說 你靠錯邊 去錯方位 找錯人 你整個家運 即是香港家運 就沒得再做了 那這裡呢 很明顯是講一些 或者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個 雖然有因素等等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講得這麼實在 但是呢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現在這樣看的話 東北這個字呢 就很有意義 就是 叫香港的領導人 就不要靠錯邊 你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看清楚 我們香港的來龍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來龍 很可愛 前害和醜近 都是風水的方位 說得很明確 那也可以暗示 會不會是特首的辦公室 會不會是這些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新聞聽到 特首辦公室是正在做一些 是 那我希望當然他們會尊重我們香港的文化 是 就是把那個風水元素都放在他們那裡 是 很多香港的大機構都會用風水來幫他們 特首的辦公室為什麼不可以呢 所以我希望真的能夠這樣 小的一講就是 特首的辦公室都會影響我們香港的港運 如果大的來看的話 我希望從政的各位高官或者人士 會虛心去看看這幾個字是在說什麼 就是讓他們去研習一下東北這個字 就是說 在這個簽有很多很敏感的因素 只要你稍稍錯了 立刻門戶凋零 這樣就不同 因為你第二句說 我們是很OK的 當安的 但是你如果移錯了 最重要的是這個移字 就是從這裏變去那裏 你變錯了就馬上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來年的風水 是有一點點在牆邊那裏 你跨到那邊 有不同的效果在那裏 我們當然希望香港都是發明安定 但是 都希望大家努力一點 做官的做民的 我們應該是看著這些東西來編 編好了掛 編好了一些程序 我們就生活得好 嗯 簡單來說 你覺得應該是 有一句說話 總結這支簽應該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 領導人 因為你現在香港正在變領導人 嗯 如果這個領導人是移錯了 或者變錯了的話 我們馬上沒有人走 哦 就是他靠哪邊 是的 其實東北這兩個字 可以伸延到生肖 不過真的不要說了 是嗎 是的 如果這樣洩露玄機 這樣很大件事可以 是的 所以 等各位 各位 如果是觀眾 你們很熟悉這些專有名詞 的話 你們去退 我已經心水了 但是 真的不可以說的 好 OK 剛才師傅說得這麼圓 不如現在 直接看看這支 問特首的簽 這支簽 就是15簽 中平 看看有沒有什麼圓機 是哪位特首呢 是的 師傅 我希望這支簽 會不會真的提點了 特首的 譬如生肖 或者是盛事 或者特性 會怎麼樣 OK 我們看到 其實這支簽 是一支典型的桃花簽 哦 將軍瑞益剛剛 他肯定是在說兩者之間的關係 嗯 我們很難聯想到 這個 桃花簽怎麼跟特首 政治有關 是的 是的 這次的選舉 跟以往不同 有多了兩位女士 兩位男士 是的 所以 會不會說 兩家門戶各相當 就是在說這兩件事 咦 是啊 又真的是 是啊 第一句就已經劈頭 沒錯 就是在說男士和女士 每個機會 是一樣的 咦 那是哪兩個 是啊 如果這樣 連菩薩都在說這兩樣平等 可能還未是時機 透露也不一定 我們再看下去 究竟還有什麼 究竟是薯片叔叔 還是口打得 是啊 其實法官還是一樣 法官和葉劉都是 都是 都好像忘記了 忘記了 我們不能夠用我們的主觀去評論他們 是的 所以你可以說 男女兩家各相當 是 女士那裡也不弱 嗯 第二 就是不事恩言莫教理 這個太明顯了 就是說 你不是那個級數 或者不是那個運氣的話 你就不要去比較 嗯 暗示有一些 其實是 未到過級數的 陪跑 陪跑的 哈哈哈哈 那我們當然不願意在這裡 即是立刻 說出來哪位陪跑 是 但是已經是知道了 有些是相當的 有些是不陪跑的 嗯 明顯白白出來了 直代春風好消息 這個春風呢 當然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這個春天 那是幾個月後 我們就知道那個消息 是的 但是不要忘記 春風剛才跟這個 剛才那支籤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問香港 嗯 和問特首兩支息息相關 是 我很多時間籤都會是兩支籤一起看 哦 剛才那裡講的 醜陰陽的 是 醜陰其實是 如果是用智能來看 都是春天 嗯 所以如果春天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或者某些人做得不好的話 那我們就很差 幸好這裡 春風好消息 明顯我們會是喜歡這個消息的 嗯 或者大家心疑那位 終於可以跑出的 對 琴膝向南方之後 大家可以非常和諧地去達成這個協議 哦 很明顯整支籤 真的沒有說到哪位是特首 嘩 即是說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呢 還可以讓他們繼續去跑 沒錯 你說得對 哦 因為第一句已經說 緩和相當 那些陪跑的就陪跑 但是你現在還沒有分出勝負 即是 還沒有入籍過 嗯 很明顯 有時候我們看戲運的東西都是這樣 他還沒去到 我就還沒承認 你不可能是硬硬迫一個答案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也會在想 裡面的字眼 會不會有機會有好 譬如 琴膝是什麼呢 琴膝是木 是 那就是說 有機會這位人兄縮莫定 嘩 金星林才是兩個木 我不知道 哈哈 你也想得到 是不是 你真是厲害 會不會 會的 難防呢 是女性的地方 是 哦 那 薯片叔叔可能要多跑兩腳 不出奇 因為現在中央還沒有敲敵 可能是的 對吧 所以如果看簽意的話 卻調琴身向難防 即是說 都是女性作主的 是 啊 所以現在 究竟是 林鄭還是葉劉呢 葉劉都是屬木的 是 是的 不要看鏡 所以 很難玩的 是的 還有 其實呢 我們提了一點 因為師傅在我們錄影之前 他都說其他傳媒 都是有類似的事情 都是問過 文武 一定的 聲君 沒錯 原來他出來的簽 都是一樣 都是不知道誰 是 再問 無論誰問 他都是給這樣的答案 是 是 我之前是有其他傳媒 都是來 都是一樣 是嗎 都是在彈兩位 都是還有一些缺騰 未做好的 你做好了 才再算 真的不容易 現在看得出來 卻相當 這個字很明顯 即是說 不是現在去看這件事 明白 不要說獨佔無頭 或者那些出來 你不用想 暫時沒有贏硬 是沒有贏硬的 所以大家都是相扶相承地 去做好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等 好 那我再等一下 好了 接下來 唉呀 真可憐 這支節目 真是慘 求自己來這個雞年的節目 為何會是下下簽的師傅 唉呀 終於我反而恭喜你 什麼事啊 真的不是這麼說笑 雖然簽頭上面 就慢慢來 你看到 韓信 第一個人名 功勞 即是說你那件事 北九 有 也都可以說 有沒有功勞 肯定有 嗯 不久 不久的目的 原意是變成 如果我們跟上簽意的話 你又要知道了 你會不會過分高調呢 會不會過分地招惹別人 攻擊你 或者招人妒忌 那些簽意都肯定是這樣的 是的 今年 即是今年 好事一翻新 即是說你的節目呢 要做一些新的元素 在裡面 那肯定呢 真是恭喜你的 富貴 榮華 歲與新之外 你贏了所有的東西 你的收視 那沒力下下簽的 哈哈哈哈 當然 所以呢 通常 即是有些好的東西 跟著有些不好的 來提點你 就給一些忠告 沒錯 提點你而已 如果你不敢做 即是等於像我們剛才看香港那支簽 如果你移錯了 你就糟 你不可以不移錯 是啊 剛才那支簽是中平的 也OK的 沒錯 所以你指下簽明顯是菩薩提點你 因為他說誰到機關難了處 機關我們可以想一下 人家有些陰謀 即是有些害的 是的 有機會可能是 真理之外不妒忌有太多 即是負面的 是 小人的那些 不出奇 但是也可能 是你們那些真的機器 哈哈哈哈 機器 整個機器壞的 整個機器壞的 我們要買一些乖乖 讓它乖乖 都不乖 每天都有事 沒有事 所以 如果我們用另一個角度看 當然不一定 師傅很厲害 他真的說機器 我們不停機器壞 機器是不久的 哈哈哈哈 你不不久 即是新機器 你不停地扔錢 是啊 你扔錢而已 神不神傷 傷到不得了 傷到不得了 我們兩人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開到 經常說 錢嘛 40分都不開球 是因為那些機器問題 對 沒錯 機器問題 然後被那些粉絲扔手 是啊 傻傻傻 就是這樣插 還不是獨立神傷 站在這裡 到頭獨立站在這裡 動立意思就是說 即是每個人做 沒有人幫你 沒有人幫你 所以唯有鼓勵你 是 找一些漂亮的機器 找一些好一點的人才 幫你搞定這堂東西 所以我們要加價 加價我們就有錢 去買一些 剛才好的機器 不關好事 不關好事 聽眾給我 文武 聖君都說 我們要轉機器 我沒有說贊成的 所以你不怕了 既然它有這支籤的話 插它 哈哈哈哈 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 所以就認了這支籤 不過真的好事就翻身了 對不對 所有 就是你的榮華富貴 都翻到你那裡 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件事的話 我很肯定 你現在的節目越做越好 你肯定 多謝 所以這支籤 我們看看 其實是很多提點在裡面的 嗯 所以各位 朋友也是 求了下籤 你不要丟掉它 裡面有太多資料 去提點 你不出奇的 對 這個明顯 如果不是其他東西的話 你看機器 很可能一條電線 一個電制 是啊 真的一樣 哇 師傅好厲害 直接把我心裡 剛才一個 臭臭 叫屈臭 現在還沒事 快中 所以不如先喝杯茶 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聊 再聊 再聊 回來再聊